李歡迎三頭通過國會一項法案 引起政議 以法界行政議為他請李歡迎 服彥的處理方式 行政議 黨人台是說 包括責任內容 有侵害人民權益 違反 權力分立典現法的政議 對貼壓法聲 應該要重心來生死法案 透過這個民主的對位來捍衛現場的定屬 李歡迎準備三頭通過國會 這項法案 三頭修建 跟總統國前報告上太法 李歡迎 調查款和聽見款 廖市國會多 用法金屬同意款一款 雷雅任委普篇說 上官調文無主席 廖市國會發揮沒什麼新台票 黨委只有幾塊 仍然沒錢發揮 會以新台票三倍來計算 這就是上當可以換六十萬 當然啦 有寫新台幣是比較好 但沒有寫的話 就看一下行政 其他行政財法的法規 不會 不過公民團體批評說 聽說不正義 而且實質違憲 行政 議中東英台報媒也發文 回應說 這次這麼多條文的內容 有親害人民管理 違反管理分裂 還有法律比較相關 這頂頂憲法的正義 行政 議會建議提出向他 以憲法徵修條文規定 行政 議對立法院的法律案 預算案 條約案 但因為有困難沒辦法執行 要經過總統修正 諜國議案送去行政 議十天來 以請立法院服役 那總統要怎麼作為 他自有國家的高度 他是一個憲法守護神 乃至於行政院提供意 我們當然尊重 但是我們黨團絕對提出實現 這是好意義 國建民表示 修憲愛丹總統講過之後才能 提出 這是畢竟的聽說 也尊重行政院提出向他 感謝他表示 任劃於通過國會 這項法案三頭部份條文 無負責 這項法案與大法官幾多次改遷水平的環圍 聽說也沒有完畢 已經設計違反反對分立 接下來 總法報道